第八目 绝乐工程的施工技术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也是一个小分值的 然后它的施工的方法放到冲斥阶段 大家注意冲斥阶段的课程内容 因为这一部分的话 既有考过 考过的点科考心不是太大 那么我们可以先不看 那么剩下来看一下设备管道的绝乐工程的施工的技术要求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考点大纲的话是这五条的内容 绝乐层的施工技术一般规定 要在分层施工上面 那么我们绝乐的话 有两大种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保温 还有一种是什么 保冷 对不对 然后分层施工的话 保温层的厚度大于等于100毫米的 保冷层的厚度大于等于80毫米的 要分层施工 然后拼风宽度上面 当采用印制或者半印制的绝乐制品的时候 用作保温层的时候 用作保冷层的时候 拼风宽度小于等于2毫米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做一个简单的计议 185和2 选择体 大街长度的上面 绝了层施工的时候 不管保温和保冷 大街的长度 一大于等于100毫米 接风的位置 水平管道的纵向的接风的位置 注意 不得布置在管道下部 垂直中心线的45度的范围内 那么这个知识点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学员可能是刚考过爱建 然后他再来深考的一件的 这个知识点和爱建的知识点 是有一点点不同 那么你考一件的话 当然要按照一件的这个教材 的知识点去应对那个试题 这个注意一下 和爱建教材不同 附件的要求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或许会在案例上面有一些应用的点 那么主要是应用在那么我们后面的通风空调上面 因为工业的有些知识点也可以借鉴到那个建安上面去的 或者是直接在工业上面去考 附件的要求 附件的要求保冷的设备以及管道上的裙作 制作 如果不保冷的话 可能会产生什么冷凝跌水 那么这一个的案例的应用当中会怎么考呢 比如说这个管道上面安装好了以后 相应的试验也做了 然后试验是都是合格的 但是它还是产生了滴水的现象 然后问你这个滴水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题目当中都已经讲了 试验是合格的 那么试验主要是压力管道的压力试验 对不对 压力试验合格的话 它的也就是说各种汗凤什么地方连接处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再到背景当中看这个是不是保冷的 那么如果是一个那个保需要保冷的设备的话 那么你再去看这个跌水的地方有没有进行保冷 如果没有保冷的话 这个跌水就是冷凝跌水 原因是因为没有保冷 这个知识点的话了解就可以了 再来看最后这一句话 保冷的设备或者管道 其可拆卸结构与固定结构之间必须密封 那么如果不密封 同样的还是会产生什么冷凝跌水 那么这个冷凝跌水的话不仅是保冷的上面不同温度 级别啊 那个不同材质的话如果连的话 比如说金属的啊 然后和塑料的那么金属上面就容易有这些啊 冷凝水啊或者热气啊这些啊 这个常规的这些的生活上面也都能理解的啊 这些题目那么简单的课堂上听懂就可以 捆扎法施工的要求 18年考过啊 今年还是要掌握 对于间距的话 基数据 硬制绝热制品捆扎的间距小于等于400毫米 半硬制的绝热制品小于等于300毫米 软制的绝热制品小于等于200毫米 所以这个一定就是什么考大家的记忆的能力了啊 那么捆扎的方式上面要注意 不得采用螺旋式的材料的捆扎 对于每块绝热制品上捆扎件是不得少于两道 那么有振动的部位就要增加捆扎 然后多层的话 逐层进行 对于不允许穿孔的硬制的绝热制品 那么怎么去进行一个连接呢 啊 他会采用一些勾钉 勾钉的位置是要布置在制品的拼封处 穿孔 穿挂的硬制绝热制品 它的孔缝是要采用什么来进行一个填塞 矿物棉来进行一个填塞 那么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嗯 还是比较难记的 尤其是后面的这一块 那么注意考前的一个复习啊 相对应的话 其实你学习过程当中不仅要做笔记 你也可以准备一些就是说彩色的那个粘贴的标记 的条啊 自己考前一定要进行复习的 那么你就在这个部位贴一下 然后到考前你就很容易知道啊 这些点我是要看的 因为你如果不做专门的笔记的话 又不贴这种专门的标记的话 很容易忽视了这些可能考的又比较难记的知识点啊 自己要做事要自己用心一点 对不对 好喷涂法的施工的一个要求 那么这个要求分几个啊 节点来讲工艺的调节上面 喷涂施工时候根据什么来调节喷射的压力和喷射的距离 是要根据设备材料的性能 还有一个环境的一个条件来调节的 然后过程控制的当中 因为我们喷涂的话 有喷涂料要在现场去进行调制的 现场进行调制 那么如果选项当中的话 写的是现场派字的话 也是一个错误的点 那么调制的话 也就是说喷涂料加一点什么洁净干净的水 那么喷涂使均匀的连续喷射 因为你是经过了加水调制的 不能够有干料也不能够有流糖 就是不能太干也不能够太稀 然后喷涂的方向要注意是垂直与受喷面 喷枪不断的进行一个螺旋式的移动 然后环境条件的话 风力大于三级的很热的情况 雾天或者雨天的环境下 是不宜进行室外的喷涂的施工的 这里面的话就是认真阅读一下掌握的点 那么这里的根据什么来调节压力和喷涂的距离的话 这一部分的选择题的两条 多看一下 伸缩缝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是比较难记的 难记的一个点 要到考前的话 一定要注意去看一下的 伸缩缝流失的规定 设备和管道 当采用硬质绝乐制品的时候 就必须要留什么 留伸缩缝 这也是一个单选项 两个固定管架间的水平管道的绝乐层 应该至少留一道伸缩缝 留在什么的位置 对于历史设备以及锤子的管道 应该在支撑键和法栏的下面留伸缩缝 弯头两端的直管端上可以各留一道伸缩缝 那么这里又是一个壳 那么壳的话我如果不是各留 只是有一端流也是可以的 当两弯头之间的间距较小的时候 其直管道上的伸缩缝可以根据什么 紧紧留一道或者不留 是根据介织的温度来进行一个确定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不留的 当方形色杯翘体上有加强静板的时候 绝乐层可以不留伸缩缝 这一边的考题的话主要是选择题 还有一条多层绝乐层的伸缩缝的流色 那么这里一定要做精准的学习 中低温的保温层 各层的伸缩缝可以不戳开 但是保冷层和高温的保冷层的 各层的伸缩缝是什么 必须戳开的 而且戳开的距离是要大于100毫米 好这一部分的知识点还是不多 但是后面的这两条的点 需要做反复的复习记忆 看一下题目 保温层 喷涂作业施工要求 不包括什么 好这个点 看一下 A选项 喷涂方向应该垂直与收喷面 是正确的 不包括就是考的错误的选项 然后B选项 喷涂应该自上而下进行 刚才好像老师没有讲到 对不对 那么没有讲到的话 你就应该是做什么 做待定 好 这个知识点我还搞不懂 然后C选项 分段分层进行的时候 揭插处的结合应该良好 那么对于这句话 老师也没有讲过 但是你的直观 包括你的生活 这个经验的话 也应该是这句话是什么 肯定是 啊 揭插处要良好的 那么不良好的话 有一部分就是没有喷涉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非常好判断 然后锋利大于三级的 不宜进行史外的喷涂作业 我们刚才学习一条是对的 那么反过来讲 这里的错误点就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B选项了 那么B选项应该是什么 知下而上的进行一个喷涂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个的选择题目 又学习了这句话的一个知识点 符合伸缩缩缝 留色的规定的要求 A选项 当两头弯头之间距离较小的时候 可以根据介织的温度不留色 好 这个应该是什么 对的 对不对 他符合的 那么B选项错错在哪里呢 当方形式被撬体上有加强进板的时候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不留色的 所以应该留色就是表示没有这么高的要求 保冷层不管 重低都是要错开 历史事备以及垂直管道 应该在支撑剑和法栏的什么的位置 留伸缩缝啊 下面留伸缩缝 感谢观看